欢迎收看台湾上前行 台湾向前走 我是孟琪 选战焦点 林志坚闪电退选 现在是换郑运鹏上阵打选战 民进党火速的变换队型 可以挺过这一波论文的乱流吗 有没有机会反手为攻呢 好 现在看大选 当然不管是蓝绿白各个阵营 大家都是以胜选为目的 绿营这边是非常的快速 手刀拆弹了 但是国民党派去的夏立言 人还在中国 现在还在隔离当中 那隔离完之后 要不要赶快飞回来啊 不然人家绿营已经在止血了 蓝营这边则是不断在失分 年底大选现在看起来 还是充满变数 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讨论 好 我们赶快来介绍 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 我们邀请到的是 财经专家徐清皇 孟起好 大家好 好 再来左手边 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 崔明玉 大家好 好 再来欢迎到的是 国民党新北新议员林金杰 孟起好 大家好 好 再来邀请到的是 政治评论员汪洁明 大家午安 稍后还会有盛民党台北新议员苗博雅 也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好 我们赶快先来看 林志坚退选之后 郑运鹏上阵的第一天 现在桃园铁三角 迅速合体跑行程 我们赶快一起来看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要一起支持运鹏 谢谢 谢谢 换降后首日 民进党台湾市长参选人 郑运鹏市长郑文灿 与前新竹市长林志坚 合体到庙宇参拜 身份从总代誌变成参选人 郑运鹏卖力打拼 才上午九点就跑第四个行程 拼选举同时也不忘再为林志坚打气 我对于林志坚市长 他的台带论文 我是看过市政 不管在时间序列上面 档案资料上面 在市政上面都是正确的 他们这样的一个抹黑跟攻击 到现在还没有终止 所以我们也是在很不舍得的心情之下 然后我们也让林志坚市长 来专心捍卫他的清白跟他的权益 来到桃园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么运鹏不仅是我竞选总部的总干事 过程当中更是协助我 给我很大的一个知识 患难见证起 那此刻运鹏来承担 这一个责任 我当然也不会缺席 谈话要用证件赢得选民支持 两人一把炮口对准国民党的张善政 开始到现在 我们没有看到对手张善政先生 提出任何对桃园未来的一个愿景过话 选战就好像球赛一样 那因为我是先发的这个投手 他受了伤在这个教练团的一个这个指挥之下 先行下场 但是我们有王牌的这个中级投手 运鹏上场 过去台北市也有议员要来桃园服务 挑战国民党的提名 我也认为说桃园没有外来跟在地的问题 对于整个选举我们都是正面来竞争 我们并没有口出恶言 那现在我从张善政大学长他的参选以来 我看他没有讲过任何一句好话 要张善政端出牛肉政见打正面选战 而同样是台大毕业的郑文蔡 也对母校喊话 我是非常爱台大的 就是因为我爱台大 我知道台大之所以成为台大 就是他追求真理 决论会当然要严谨 不能够漠视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 也不能够拒绝当事人的申辩 特别是一个重大的学伦事件 绝对不可以吵吵来决定 距离选举还有三个多月 民进党桃园铁三角整合完毕 立拼胜选机会 刚才看到的是民进党的桃园铁三角 真的是非常迅速的合体 铁三角现在主帅变成了郑运鹏 当然桃园市长郑文燦 还有前新竹市长林志坚 都会继续的来帮郑运鹏服选 我们看到昨天这个情况 民进党变换对情的速度 真的很快 亲黄哥 不过这个速度之快 这快到让很多原本是挺林志坚的人 快到有点错愕 甚至包括很多桃园在地的议员 他们都是看新闻才知道 原来要退选 要换郑运鹏上来了 因为事前好像真的看不太出来 有什么样的征兆 而且在媒体报道上面 我所看到的 田埃公小英总统是一直到最后一刻 才点头答应 对 这次换下林志坚的动作 说实话 这真的只能用几个字形容 叫迅雷不及言耳 为什么叫迅雷不及言耳呢 因为各位你去注意看 礼拜五的时候 这个林志坚还在上政论节目的专访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在礼拜五的时候也没看到迹象 那礼拜六也就是昨天的时候 在中午11点之前 其实也没有看到迹象 但快速的 11点之后很多讯息 都非常大量的都进来了 进来了之后呢 哇那时候很多媒体都很紧张 到底是要换掉林志坚 还是不要换掉林志坚 换了林志坚之后是谁上 所有的人都在想 到底发生什么事 所以在那短短的时间里面 从11点然后到1点半的时间呢 大概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民进党等于是很快速的 就这个郑运鹏也好 这个林志坚也好 几个当事人跟蔡总统谈定了之后呢 跟选队会谈定了之后 就决定说 好那林志坚呢 这次就退选 然后就由郑运鹏上阵 所以各位可以看 民进党这次决策的时间 非常的快速 迅雷不及言了 短短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至少对我们媒体来讲 是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没错 11点到下午1点半的时候 大家都在猜的时候 迅速拍板定案发布 发布了之后呢 所以我们后来在看这则新闻的时候 他的决策算是非常的明快 那非常的明快 但是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 第一个 这一次的这个林志坚的退选的事情 是林志坚主动提出的 因为林志坚考量了说 这一次的论文门的事件 他同时涉及到台大 又同时涉及到中华大学 他等于说在论文门事件 他有两个战场 那两个战场 他要讨回他的清白 那你去想 光是连台大一个战场讨清白 各位 这个一个讨论文清白的事情 你去看看李梅珍的事情 李梅珍的中山大学的论文事件 审查多久 审查一年多的时间 那所以你想想看 台大虽然这一次 才花了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出炉 但是对林志坚来讲 他面对台大 要走司法诉讼 要走行政诉讼 要讨回公道 三个月的时间可以解决吗 为什么是三个月的时间 今天的时间是8月13号 距离选举11月26号 也就三个月的时间而已 三个月内的时间 讨不清楚公道的话 那会让其他的民进党的候选人 会受到外衣效应的影响 所以林志坚的心想就是说 在面对两个战场都在开的情况之下 他认为说 怕自己的状况会影响到外衣出去 影响到其他的党内同志 影响到其他的队友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就跟党内提出来 就是说 他认为说他退选比较适合 然后 为什么要特别说清楚 因为 这个在第一时间 府跟党都是不同意的 什么意思呢 民进党的党中央 以及蔡总统对这件事都是不同意的 蔡总统的心情 是从一开始有点不高兴 到后来觉得 替林志坚觉得不舍 为什么不舍 因为他是为了顾全大局 所以 有媒体虽然报道 林志坚自己有讲说 他的家人 他的小孩子有主动跟他说 爸爸你这么辛苦 那你不要选好了 你知道跟林志坚 讲这个话的小朋友几岁吗 那是林志坚第二个儿子 8岁 各位你去想 8岁大的小孩 8岁大的林志坚的儿子 第二个儿子 对林志坚说 爸爸你那么辛苦 那你就不要选好了 然后你再看郑文燦怎么讲 郑文燦说 林志坚现在每天出去 回来的时候 旧的伤痕还没有好 背上又再背上新的伤痕 在这个情况之下 林志坚都扛了下来 但是对林志坚来讲 比较难过去的砍事 如果造成外衣效应 影响到其他县市怎么办 各位 你不要以为不可能 因为在台北市 你知道真的有蓝银喊出什么呢 还有媒体人喊出来说 支持台大 就是支持蒋万安 支持台大票投蒋万安 为什么要讲这个话 因为他就要故意 把它操作成是台大 跟民进党的对决 那所以你看 连中华大学进来之后 又会变成台 就会变成中华大学 跟民进党的对决 但我们都知道 本质不是这样 那对于这个民进党支持者来讲 这个是一场这个民进党 跟台大坏人的对决 他不是台大的对决 或者说台大里面呢 对于他们认为这些 就是有政治色彩 可能甚至有操作迹象的人的对决 但是对于这些媒体 其他的媒体来讲 他刻意把它操作成为台大VS民进党 然后甚至后面也可能会变成 中华大VS民进党 在这个情况之下 外衣效应很明确 所以林志坚才会提出来说 好 那不然这样子 就是我认为这次呢 我就退出这个战场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对于论文战场 我会讨回我自己的清白 我要在那个战场上面继续努力 所以呢 林志坚的这个状况呢 它是为了固权大局的情况的结果 但这个情况让人家 为什么觉得很遗憾 尤其是民进党很多支持者不舍 因为林志坚的市政建设 各位去注意一件事情 林志坚在新竹市的市政建设 政绩真的很不错 不错到他到桃园去的时候 很多南桃园的人 这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南桃园的生活圈 跟新竹市是有联动的 很多南桃园的人 也会来到新竹市的巨城百货 所以他们知道新竹市的 城市美学做得很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在这个情况之下 被陆农门模糊的焦点之后 林志坚在新竹的市政建设 包括那个很美的三明绿带 春天会有樱花的 包括那个东门城公园的整治 包括玻璃工艺馆博物馆前面 那边已经跟日式的 以前古建筑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观光景点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些林志坚好的政绩 讲不出去 都只能模糊焦点在陆农门上面 所以这一点反而也变成 是桃园的一个损失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固权大局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对民进党支持者来讲 我是看从昨天到今天 最大变化是什么 他们反而在这个时间 激起了悲愤感 什么意思呢 就是非投票不可的激愤感 在昨天之前呢 我们可以这样讲 在昨天林志坚退选之前 这个林志坚最强 可是在昨天林志坚退选之后呢 郑运鹏就变得很强了 郑运鹏现在等于是得到了 林志坚的帮忙 郑文燦的帮忙 铁三角在一起的时候 反而现在郑运鹏爆发力很强 因为民进党支持者 现在有股悲愤的情绪 悲愤的情绪 从昨天开始 大家就说一定要帮郑运鹏拉票 要让郑运鹏最高票当选 所以在这个情绪之下 你就可以发现 对于民进党支持者来讲 很快的调整了心情 也很快调整了节奏 所以对于这个绿营来讲 我觉得他们这一次 整理步伐 调整团队的速度非常的快 这个林志坚顾全大局 昨天这样自行宣布了退选 我想请教一下明玉姐 因为大家都在猜 说这中间 当然我们媒体所知道 大概就是昨天11点12点左右 距离这个2点半 民进党开记者会 真的两个小时不到 非常快 那事前到底有没有征兆呢 包括其实今天有一些 陆续有新闻报导出来 说林志坚他本身 其实这几天以来 他都有在思考退选这样子的选项 那最后下定决心的导火线 到底是什么 以下整理几个啦 因为外界都在猜 是不是因为台大开了记者会之后 判定他抄袭 所以民进党做民调 发现落后太多才赶快换人 还是说真的是因为 这个妈妈还有小朋友 对他都很舍不得希望他退选 甚至也有人出来爆料 说这个下礼拜可能中华大学论文的审查 也可能有不利的结果 也有危机 是不是以上这些 才让昨天这场记者会说 真的宣布要换郑云鹏上阵 就我了解 民调这个应该是不是确实的 因为有跟民意党里面聊过 就是说林志坚受到论文们的打击 虽然就是说民调有下滑 但是他还是跟张善政在伯仲之间 所以没有说什么 像有民调说什么 林志坚已经落后到10% 这个没有的事情 因为民进党自己内部有做这个滚东西 民调讲这个 我帮民调补充这个图 民调所说的真的没有差到那么多 各位看这个图 这个就是最近的民调图 然后民调其实内部自己也有做 你看在这个里面 林志坚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他的支持度是28.2 然后张善政的支持度是27.2 等于林志坚其实还是赢 张善政1%的 还是小赢1% 他只是之前赢更多 所以呢对于这个林志坚来讲呢 他不是在这个媒体讲说 因为输到10%了 所以民进党把他换掉 不是 他的民调基本上还是赢张善政的 但是因为他本人顾权大局 怕影响到其他党内的同志 所以呢他才会对党内提出来 退选的这个主意 明明姐 所以现在就排除民调这个因素 是 没错 所以坦白讲 昨天林志坚他这个突然自己宣布退选了 党内还是有一些人 就除了当然不舍之外也有人会认为说 其实林志坚应该冲到底 因为坦白讲你论文这件事情 你从民调来看 对他来伤是有伤 可是坦白讲张善政并没有加分 张善政待会我们再来讨论 他没有捡到便宜 张善政大家还是觉得他躺在那里 所以你按照这样子的 进度下去的话 其实林志坚还是有胜选的可能 所以事实上昨天有一些 包括中常委在内的 一些民进党里面的高层 他也是觉得说林志坚退选 确实是非常可惜啊 但是回过头来 你就是论是 你包括我还记得林志坚当时 就是台大在开记者会的同一天 林志坚他其实找了很多优秀的建筑师跟设计师 来帮他做新竹市政机 这个美化的一个政机 想要在主打说他新竹市的政机 可以未来可以在桃园这边来实现 因为新竹做的不错 可是很可惜那天台大的一个记者会 就把林志坚他所想要宣传 还找了很多优秀的设计师建筑师来背书 这场记者会完全销声匿迹 完全声音就不见了 所以你可以可见啊 就说未来等于说这个论文如果再烧下去的话 他想要提出什么证件啊 大家大概都听不到 那我就是民进党内也常常举一个例子 就是2016年那首总统大选 蔡英文就是被一个宇昌案 被宇昌案整个受到很严重的波及 后来宇昌案过后 整个大总统大选都选完了 蔡英文因为宇昌案受到了重创 我们的生计产业也受到重创 可是后来等到选完之后呢 没想到宇昌案的刘毅如 就被判 他要判赔200万说他伪造公文书 那这件事情你说后来整个司法在还 蔡英文清白 但是整个选举已经买乎 所以很多人会民进党内会 包括黄帝颖 黄帝颖当时就是打宇昌案的律师 他宇昌案律师他自己 也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蔡总统也经过这样的历程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你迟来的正义 不一定就是能够还给当事人一个正义 那论文其实跟宇昌案的复杂程度 其实差不多 宇昌案因为它是生计产业很复杂 所以大家都不太知道说 真正的内涵是什么 论文其实坦白讲 台湾真的学过论文的人 或是说真的读硕士人 还是占少数 所以论文的部分 是比较复杂的 台大你当时开了一个记者会 等于你就一刀切了 你就定了林志坚的罪 林志坚他确实还有申诉的空间 所以我认为说台大整个过程 你对林志坚程序上来讲 其实是不公允的 包括你管中民 你当时就一开始出来开记者会 没有这种学术论文的 由校长自己出来开记者会的 而且坦白讲这件事情 林志坚他还有申诉的管道 你还要到教育部 教育部如果接受林志坚的申诉 三个月内要继续开这个审查会 如果教育部认为说 你这个审查是不公允的 他可以退回台大 然后请他再重新再做一次审定 所以照理说这个案子还没有到最后 林志坚还有办法 在帮自己捍卫自己的清白 那坦白讲你台大 你包括管中民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出来 要做这样一刀切的 这样等于说就是出来主持 非常非常的奇怪 所以当然就说林志坚 现在换了一个战场 他昨天也讲 他说他虽然从选举的战场退下来 可是他要回到另外一个战场 就是他为他自己的论文的清白 他继续自己在捍卫 所以我认为说当然了 就是你说第三个原因 家人不舍刚刚清皇讲过 当然他还有讲说 包括他的父母都年过七十了 他妈妈还打电话给他 然后还很哽咽 关心儿子 不甘 当然大家听也心疼 当然还有一个中华大学 因为林志坚自己有透露 他认为说他当时自己出席学轮会的时候 中华大学整个气氛是对他不友善 所以我认为他大概也有嗅出这样的味道 因为中华大学如果一出来的话 如果说两个都对林志坚不利的话 确实你会让论文们雪上加霜 所以我认为说中华大学也是一个 对他来讲他有先嗅到这样子的契机 不过回过头来今天你刚刚讲的很好 就整个迅速的变换队形 就郑运鹏马上上阵 郑运鹏坦白讲了 虽然他自己讲说在地外地其实不那么重要 但是我觉得在地的立委 尤其他在桃园已经两届立委了 对他来讲更是一个优势 你对于张善政或赖湘林来讲 他才是真的可以讲说在地 那他本来就是对北桃 他自己服务的地区是对北桃很熟 再加上他现在要耕耘南桃这一块 刚刚清皇有讲 林志坚可以帮他再补回南桃这一块的不足 郑文燦根本不用讲了 郑文燦是整个桃园 他的在地的实力是非常的坚强 而且郑运鹏其实在林志坚参选的时候 他也没落下来过 他是他的总干事嘛 其实跑的也是非常勤态 所以我觉得郑运鹏他有这个在地的优势 再加上说他本身对桃园是非常的熟悉 这个我对他来讲其实是蛮大家分 所以一百多天我也不觉得是说 对他非常担心 那最后要讲是说张善政 刚刚那个民调你可以看出来 张善政其实连党内都在叫他 就现在除了讲万躺平族之外 张善政已经到了一个涅槃的地步 很多人认为说 一个是卧佛 一个是已经涅槃了 而且更夸张的是昨天这个林志坚退选之后 这个大概各党各派 有的就是什么见缝插针 有的这个就怎么样的 张善政读读过了四个小时都还没发文 反应很慢 反应要不要在看嘛 对所以大家包括他的对手赖湘林 也是人家第一时间就出来发声明 或是说要出来继续继续讲 就张善政完全都不动 就是无销无锡 好像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在选这件事 所以很多国民党真的都看不下去 觉得说你明明是可以捡到枪炮 就是给他用力打下去 结果张善政好像就在那边不关他的事 旁边反而是什么许晓鑫 这些台北市的议员打得很用力 都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议员 所以我认为说张善政从他那个民调里面 确实林志坚他失分他掉下来 可是他的民调竟然还赢过张善政 张善政完全没加到分 所以以张善政这样子的佛系打法 我认为说包括你看张今天郑昀棚 他就是已经开始 他就早上就连跑四个行程 所以你这样整个整个力道这样相比下来 我认为现在该担心的是国民党 而且我告诉大家 我们尖端补充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还公道效应 什么叫还公道效应 因为林志坚在八年市长的政绩 国民党现在操作模式 拿棒球场出来打 然后拿这个他的论文出来打 可是各位 他执政了八年的时间 他在新竹市的政绩 我跟你讲啦 因为我住在新竹市啦 我家附近三名绿带公园 本来叫做隆恩郡 我小时候我洗了的时候 那炒水糕了 后面的市长铺个绿地上去 水溝一样是臭的 在林志坚任内 把这条隆恩郡 整治成为清水 让他变成一个清水公园 然后旁边就是聚成百货 然后连结到这个护城河在那一带 变成是一套观光区 你知道新竹市真的有人 到新竹市来租Airbnb 就是为了来新竹观光 然后再告诉各位 新竹的第一间儿童医院 各位新竹的生育率很高 可是各位知道吗 新竹经过这么多任国民党的市长 许明才那几个 但是没有人想到帮新竹 做一间儿童医院出来 反而是在林志坚任内 看到新竹市人的需求 帮新竹盖了第一间的儿童医院 现在终于启用 这些事情新竹人都是有看到的 所以等于说这一些事情呢 在林志坚退选之后 会一件一件的出来 帮林志坚讨公道 这种讨公道的氛围 就是会搭配我刚刚所讲的 悲愤的那种感觉 让民进党的支持者 飞出来投票 跟飞出来拉票不可 在这个情况之下 也会有更多的人 把这个传播的力道给传出去 让大家认为说 在这场选举里面 还有一个帮林志坚讨公道的氛围 好 有没有办法真的像亲皇所说的 这个民进党的支持者 化悲愤为选票 这个当然值得我们继续来观察 不过呢 就算现在林志坚 他已经闪电退选了 看起来国民党还有民众党 蓝白这两边 还是不打算放过他哦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讨论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带着自家陶竹竹苗 县市长参选人 来到新竹县参加一鸣祭 炮口还是对准已经退选的 林志坚以及民进党 社会的是非黑白道德的 最基本标准是台湾 大家要共同维护 但是到现在为止 还不肯认错 蔡英文总统还在家庭 像党中央的考虑选情 是通盘性的 那之间有自己的一个看法 跟做法 那大家都予以尊重 国民党仅要林志坚不放 民进党党团总召 柯建民不舍发文 说胜败兵家士不齐 包修仁耻是男儿 22年来 林志坚是他最坚强 最重要的政治伙伴 政治其实是艰难的 要忍受攻击 坚持理想不忘初衷 他对林志坚的决定 感到不舍与不忍 国民党要继续得意忘形 消费论文们就请继续吧 一个政治人物的诚信跟清廉 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 我们发现民进党在这方面 是完全不及格的 让全民都失望 这一段期间因为论文 而整个选举失交 节奏也都乱了 还手为攻 这是正确的决定 我们希望选举应该来就 个人就政见 好好的来讨论 苏贞昌也要国民党就事论事 民进党敢在选举白日前 拆弹换肩 不让对手继续政治操作 换肩的这件事 其实各个党派都表达立场 我们先来看到总统蔡英文 他昨天是在脸书上这样说 他说现在民进党 就是把战场一分为二 郑运鹏占桃原 林志坚到另外一个战场 来捍卫他的清白 蔡总统说 民进党立场没有改变 一样是支持林志坚 一起把不舍的情绪 转化为坚持桃原进步的力量 这是民进党现在定调 就是要换上了郑运鹏 不过我们来看到 桃原现在是个撒喀都的选战 所以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国民党的参选人张善政 慢了好多拍之后 他才出来讲话 他说桃原回正轨 不是换掉林志坚而已 桃原相亲 不会再接受另外一个 没有诚信的人 他是在暗批郑运鹏 另外民众党这边赖湘玲是说 听完林志坚的退选声明 他还是觉得 他没有诚实的面对他自己 这个部分 蓝白不断的夹击 我先来请教一下杰明哥 因为刚才就是大家有讲到 张善政好像不管在回应 什么样的事件 老是慢半拍 觉得说他比蒋万安在打选战这方面 还要佛系 那现在人家换上了一个在地立委 郑运鹏 这样子的选战对张善政来讲 真的会比较好打吗 还是会更加吃力呢 这些内容对张善政实在是太难了 因为他其实也不知道该要去表达什么样的意思 就糊弄一句话说 这个还有下一个 其实我们这样讲 这场选战在桃原非常精彩的部分 就是张善政 因为张善政从他一出手 他就是一出被这个提名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被隔离 那一般来说你真的要选举的时候 即便隔离可能会做直播 可能会上网发表一些看法 没有 他就安安静静的把他那10天的隔离全部结束 但是我心想一句话说 我心想说台北一定给蒋万安就够了 怎么桃原来一个年纪大的蒋万安 我就很好奇 一般来说你在隔离的时候开玩笑 这个选战要继续的沟通继续的协调 然后对这个桃原什么观感你的想法 甚至不要说什么 你自己在龙潭 你做什么事情可以继续下去 你可以用那种叙述方式 把你在龙潭各级园区 我们说龙潭那个园区里面 你所发生的事情 续续的跟你的这个选民来交代 没有 因为隔离期间至少还可以做视讯会议 让外界知道 完全没有安静的一生都没有 所以我心想这件事情 都快忘记还有这个参选人 那后来结果事情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朱立仁是重兵在桃原 因为桃原这一战是朱立仁最重要一战 后来台北的这个蒋湾出事了 所以朱立仁又紧急要把这个部队 带到台北来帮忙这个蒋湾 但是看起来没什么起色 但回头一件事情 就可以看到这个张善政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他完全对桃原市没有提出任何愿景 然后后来因为大家说 你为什么不针对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 就是林志坚的这个论文发表看法呢 他就勉强说一句话说人要有诚信 以前我在念博士的时候 我都怎么教我们博士办些什么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要讲什么 他也没有去了解到底里面的抄袭 你自己是博士 你应该把那个抄袭部分讲清楚 讲不出来因为没有抄袭的问题 所以回头一件事情 桃原这个选战如果因为论文失交了 非常可惜 因为张善政真的很好打 所以换个角度说 所以我们看这个两个报纸 一个联合报一个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很有趣 你看中国时报是继续攻民进党 退选而不道歉 是民党道德诸如的把戏 然后还继续攻 可是你看联合 对不起这是联合报 可是你看中国时报做法就不一样了 中国时报是律士气大政 难若有所失 那我刚才讲这两个人 张善政跟这个 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民众党要选桃原这一位 他们就叫做什么 他们就是若有所失 他们觉得我本来还要继续准备好 继续攻林之间的论文 继续当作这个竞选主轴 突然间林之间退选了 傻掉了 没有什么可以攻击了 对那你要我推这个 突然间叫我推出这个桃原施政 好像这个气又接不上来 因为他本来气要攻林之间的论文 突然间林之间不见 整个傻掉 所以他们两个说的很有趣 继续说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什么东西要去追 人家都不要选了 你再追他有什么意思 所以回头一件事情是说 对于民进党来看 这个气势已经慢慢起来 因为这个我所谓气势 不是说民进党在桃原的气势 而是这个气势是什么呢 是张善政没有气势 所以既然张善政没有气势的情况之下 当然这时候你做一个迅速的转弯 马上接手继续攻桃原施政 我这么说桃原施政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因为我曾经有专访过这个郑文燦 郑文燦跟我说他们大大小小 有一千多个案子在进行 桃原有一千多个案子在进行 以张善政现在一天只有两个行程不到 你觉得他可以了解整个桃原吗 那不用说因为像这个郑云鹏 其实桃原也蛮熟的嘛 所以郑文燦只要把这一千案子 交给了郑文燦 交给郑韵鹏 交郑韵鹏好好知道这一千案子 在什么地方进行到什么程度 哪些里长哪个乡亲 或者是哪个所产生经济效益 或者是要马路什么时候会开 或者捷运什么时候会到你家 这些事情他只要到每个地方演讲 把他讲一遍 然后再问一下张善政 对好 这边有捷运 对对对对 对这边的水沟要通 是好像有听说 好像还没进入状况 你说这个情况下 所以我觉得中国时报讲得很清楚 这个闪电止血 绿当然势意大胜 我这样讲 这种情形这么说 就是两句话 就是蓝的很恶丸 绿的很惋惜 蓝的恶丸就是说 他以为这个林志坚会继续打下去 结果很恶丸 怎么你没有继续 今天就有新闻就在说一句话说 哎呀那个王后会打太早了 你应该等到十月才打 因为他们知道张善政不 没有东西可以说啊 好了回来就跟他讲 这个惋惜的部分 我们知道其实说真的啦 因为林志坚到桃园 确实很多了解新竹的人都说 其实你真的如果用 就是过去这八年 你用那种缩影石 针对几个学校 或者绿地公园动物园 还有你用缩影 甚至他们在打的那个 打的那个什么棒球场 你真的用缩石土台看的话 你会发现到震撼 因为那个速度就是 突然间从一个你觉得 荒烟漫草的地方 突然间变成是一个 很漂亮的绿地 或者是一个很老旧 四十几年的这个体育场 突然间瞬间 连那个主棺台 就可以到三层楼 然后地下室给你开起来 有停车场 你用那种缩石计 你会觉得 这是一件非常让你觉得 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也认为 那更必要说 林志坚后来连续两年 拿到全台湾 最幸福的城市 那你拿这个问题 去问张善政 那你幸福了什么 所以但是很可惜 因为台大做这个决定 台大在大部分人心目中 不论他的 不论他想的是谁 台大在很多人心目中 他还是有一个 品牌在那个地方 有一定的公信力在那边 我其实感受很深 因为我们常常在媒体上互动 确实在台大前跟台大后 有很大的差异性 特别对年轻人这一块 所以不论怎么样 我相信林志坚决定做这个事情 对民进党来说 恐怕对国民党来说 是张善政噩梦的开始 刚才杰冰哥讲了很多 过去新竹市的改变 其实大家都看得到 都是有感的 那现在回归到桃源这一局 金杰艺远怎么看 民进党非常迅速的变换了队形 绿营这边 开始准备要反手围攻 要止迭回声了 那国民党张善政这边 因为今天刚才这个杰冰哥所拿的报纸 是中国时报的报纸 那个标题是写说 国民党看起来好像是若有所失 这是现在张善政的心情吗 张善政他当过行政院的院长 所以说他有他的高度 这个我们国民党先提名 后来民进党才开始去寻找适合的人选 那本来一直都不是林志娟 那林志娟有提到 这个桃源应当不是我 他自己都有提到 那这个郑文昌也有提到 就是说 这一个应当不是林志娟 我一直觉得他们罗生门 到最后 小英男孩 这个林志娟出现了 那我们国民党在这一次 我们这件事 我们也不会见列欣喜 民进党 跟国民党比较起来 民进党是比较会选举的 国民党就比较缓慢 特别双戏都比别人 比民进党比较差 但是呢 我们以为我们国民党犯的错 民进党应当不会发生才对 那现在他们也发生了 这叫做骨瘦比不败 我们曾经也有换柱事件 在4月17号 我们也曾经在总统大选 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们也曾经 这个换柱事件 其实 政权换将 都是兵家大计的 这个不应该在此时此刻 再换一个正硬棚 我觉得 这个对民进党来讲 其实他们叫做内伤 刚刚 这个 我们的贼民哥有讲 就是说 这个闪电止血 力士气大正 哇 赞赞赞赞赞赞 我们昨天 在议会普渡 新北市议会 这个我就问 这个民进党的议员 我说 委员啊 你们到底是要停台大 还是要停民进党 别问我这 别问我这 其实他们内心都很焦虑 这个上 上次我来有提到啊 这个民进党 这个高家宇讲的很正确啊 如果党中央不处理好 就是一尸五命啊 委员我问现在民进党这样处理 国民党这边会觉得有红利吗 张赞赞这边会觉得这个选情比较好打吗 我看目前看不出来 目前看没出来 目前我跟你讲 这个都是在 还没有 登记都还没有开始登记嘛 还没有进入到这一个选举 都还没有 国民党都还有 新北市跟台中都还没有提名 候选人都还没有出出来 现在目前为止 都是只是 现在都是餐前的小菜而已 还没有进入到 所谓的若果站 还没有进入到若果站 我们还有人还没有提名呢 我们国民党还有人还没有提名啊 我们还有两个地方啊 所以我觉得啊 正式登记开始之后 才进入到所谓的厮杀 才进入到若果站 张赞赞 他在国民党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的施政满意度是最高的 所以说 你说他佛系打法也好 但是他有一个高度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 我们不会就说 林志坚被换下来 我们国民党若有所思啊 哎 我现在找不到 左立队没充断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对 可是有一点要更正一下 换柱 跟志士林之间的情况 是完全不一样的 差不多 差不多 当初换柱的过程呢 是国民党内 请这个大佬出来 两度劝退 洪秀柱 请问洪秀柱答应了吗 不 洪秀柱拒绝了 洪秀柱不但拒绝了 后来呢 朱立伦还要临时中全会的情况之下呢 把洪秀柱给换掉 这次林志坚的事情呢 是林志坚本人主动提出来的 朱桑哥我跟你讲 希望能够顾全大局 怕外衣效益影响到其他 党内的同志的选举 光是这个心情 为自己跟为本的党 其实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前提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讲说 换柱的状况 跟林志坚的情况 你把它类比在一起 这个是乳蛋比鸡腿 这是乱比一通的比法 因为从新进来讲 我是求的是为了我自己 跟我求的是为了整个党的 整体胜选的提高 那是完全不懂得考量 你再去看当初换柱的背景是什么 是朱立伦他们怕说 洪秀柱如果继续选下去的话 国民党选情会崩盘 所以当时洪秀柱坚持不退 看起来是为了党 还是为了自己 你从朱立伦的角度去看的话 你这不退是为了自己 但林志坚反而是主动 为了整个党 他就提出来他自己愿意退 然后换权成就现在的大局 固权大局还是为自己来 我们简短补充一下 来议员 那这样子应当不要换 因为郑文燦讲一句话说 你虽然受了伤 但选到底还是会赢 你就不需要换嘛 为什么蔡英文不听他的 因为郑文燦在他们的这一个官邸里面 有讲这句话 媒体都有抛导出来 就你虽然受了伤 但是你选到底还是会不要换 因为你一直不听林志坚讲的话 他会赢 但是他怕害到其他同事 那谁有讲一句话 这就是我讲的 林志坚讲一句话 既然我受众伤都能就赢的话 难道这一棚不能赢吗 林志坚讲的真正的全文是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大家也告诉他会赢 但是对林志坚来讲 国民党大团结 这个国民党已经整合了 这个邱益胜 李玉玲 大家都团结 其实这个是 其实也有林志坚有看到 国民党已经整合好了 民调开始慢慢的 你这个讲的已经跟我讲的是完全不同事情了 这边金捷议员其实跟青皇哥都有点到 因为这个桃园的选情 就是整个北北桃 北三都这选情会联动的 所以现在包括要选新北 要选台北的候选人 针对这一题现在必考题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来看陈时中还有林佳龙 是怎么看待这件事 针对林志坚主动退选 现在要参选新北市跟台北市的候选人 怎么样的回应 先来看到林佳龙的部分 昨天他就被问到 他说这个政治的进退 需要智慧跟坚强的意志 智坚啊都含在里面了 他说这个决定很不容易 他是佩服这样林志坚的勇气 那另外呢 陈时中其实又被问到 因为最近这几天 不管柯批也好 还是蒋万安也好 都在批评陈时中 蒋万安就说 陈时中根本就是瞎挺林志坚啊 讲到这边陈时中就很生气哦 他说这个蒋万安 不要自己没有市政愿景 就去消费个人 他觉得真的是够了 来民进党 这个台北市的部分 陈时中这样回应 来请教一下阿苗 因为今天蒋万安又再度回呛陈时中 他跟陈时中说 人家换的是林志坚 不是换陈时中 不好那你想起啦 来阿苗怎么看呢 就在政治上面 前进需要勇气 但是暂停需要智慧 所以我觉得在这整件事情上面 过去一段时间大家看到 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蓝营的策略很明显 他不谈任何政见 不谈任何愿景 他只谈一件事情 就是林志坚的论文 所以林志坚当然 这个候选人的决定 候选人的意愿 这个大家尊重他 可是现在呢 我们再往后 再向前看的时候呢 所有的选战的议题设定 要回归到政绩跟政见 你可以看到蓝营 不管是这个台北的蒋万安 或是桃園的张善政 参选到现在 他政见是什么 他对这个城市的愿景在哪里 大家都没印象 我身为台北市议员 我们有看到蒋万安的 政见愿景在哪里 这几天蒋万安讲的发言 让人比较印象深刻的 第一个他支持夏立言 去访中国 第二个说他今天提说 以后他台北市要推出 搭公车要上网先预约座位 这根本就是莫名其妙的东西嘛 那你说实在的 以台北市民的角度而言 国民党一直问林志坚的论文 这对台北市民的生活 有任何帮助吗 那蒋万安现在 我觉得他已经真的 选到完全失去方向了 他问陈时中的林志坚论文 做什么 陈时中是台大学轮会的成员吗 陈时中他是台北市长候选人 以一个现在市民的身份要参选 蒋万安你是一个现任的立委 假设你觉得 今天台大处理这个论文 你有什么意见 你回到立法院里面去处理 那假设你今天觉得说 你对台北市有什么愿景 你提出来 结果这两项你都不做 每天在那边握手拍照 好像展现自己的颜值之外 你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讲说 北北逃的选情 当然第一个会联动 但是第二个这个联动呢 我觉得民进党现在的战略非常清楚 就是要回归大军团作战 而且要以政绩和政建为主軸 陈时中他参选市长 最有比蒋万安晚 可是他提出内湖交通的政建 到现在已经比蒋万安完整了 蒋万安对于内湖交通 他只讲一句说 他会加快捷运的建设 奇怪了 那请问这跟现状有何不同 如果说要加快捷运的建设 蓝英选民盖给黄珊珊就好 为什么要盖给蒋万安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就是 民进党在重新盘点陶族 甚至台北的选战的整个步调的节奏 那你包括说陈时中也好 或林家隆也好 他的发言就是说 好林志坚的论文 你们再要继续炒作没关系 我就讲我的政绩政建 所以我觉得 今天这个刚刚主持人形容说 是闪电退选 但是对于国民党 对于蓝英的冲击 其实不小 其实他也没有准备任何政建 他也没有准备任何的政绩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是包括张善政 包括蒋万安 他根本无法处理现在选战改变的情况 还在讲论文论文论文 因为他没有准备他的东西 但我也相信民主社会 民主时代 我们相信人民的智慧 其实以所有台北市的市民来看的时候 这个别的县市 以前是候选人 现在林志坚根本没有要选 你再去讨论这两本 对台北市没意义 今天蒋万安 如果他还看不清楚 自己民调越来越弱的原因 我只能说败选对他来说 是刚好而已的结果 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 都想聚焦在论文门 可是问题是 论文门不是指到林志坚为止而已 现在可能南投县长 国民党的这个参选人 也就是外界说的审理女超人许淑华 可怜也冲在等 这个部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青黄哥这边有更多的解说